大家好我是三三 作为一个踩了很多破壁机坑的人 经过总结后 今天浅浅的分享一下这三件事 新的破壁机你们是不是收到 用水直接冲一下就用 我之前也这样 我发现是错误的 因为它新机器的刀头会涂抹防锈油 润滑油 冲两下是没用的 要在清水里面加洗洁精 用自带的高温自清洁模式清洗 这样油污才会被溶解冲洗掉 然后里面再放几片柠檬 还是高温自清洁模式再洗一次 这样新机器的味道就被洗掉了 还有柠檬的清香 然后你就可以放心的 搭配油条的豆浆 马上能跑三趟厕所 排毒清肠的火溶果汁 还有超适合秋冬喝的香甜玉米汁 不过你们用完有没有这个烦恼 底部都很难清洗 尤其是放了牛奶和糖的 网上这些方法我都试过了不好用 结果还是得到这种 专门清洗破壁机的粉末 用高温煮洗一下 拿出来一冲就掉 不过我觉得太麻烦了 一劳永逸的方法 还是换成不会糊底的破壁机 因为这种是不粘材质 更像几个选破壁机的小诀窍 要选能高温100度自清洗的 只有温度高才能让残渣掉下来 并且能杀菌 现在市面上大多都是冷水清洁 最后它能自己烘干是最好的 工作已经够忙了 我不想花时间伺候擦刀片 要选专数在4万以上的 这样不需要提前泡透 干豆豆也能打出细腻丝滑的口感 而且不用滤渣可以直接喝 还要选择不会打个豆浆 隔壁以为你在装修的 可以参考我这个 有七层酱造极数 这是没放隔音罩之前 这是放了隔音罩之后 还有如果你跟我一样经常太忙忘记喝 可以选择能8小时自动保温的 像我这个保温度在60度 想起来喝的时候不冷不烫刚刚好 然后我发现现在小家店也非常的卷 一个破壁机除了能来做饮品 它还有一个点动功能 它居然还能打冰沙 它还可以绞肉 它还可以是宝宝的腐食机 好了今天这个破壁机分享 希望对你有用哦 拜拜